台湾之光 曾雅尼 美西时间一号在LPGA四大公开赛的纳比斯科锦标赛 最后一天演出失常了 结果四天总成绩是280干并列第三 再次与冠军无缘 这场比赛失利让他今年三连胜的记录中断 不过胜负对于世界球后的地位并没有任何的影响 请看东森新闻来自于美国南加州的一个报道 最后一段国领上推干还是差一点 尼尼倒在地上常探 运气真差 这场外职生更不觉一眼 最后一天前转动尼尼火灵突然中断 推干不准 一只小鸟没抓到 还吃了三个BOGI 从领先变落后 最后与冠军无缘 从眼去连未免失利的戏码 不过尼尼没有哭 也没有怨天尤人 只看运气太差了 我觉得其实今天就是我真的尽力 那我觉得今天就是任何一球都没有放弃 我还是一样就是也是希望都可以赢 那我觉得今天就是差了一点运气吧 很多推干都差一点就近 而且我就是堆的都很漂亮 运气差 打乱了夺冠之路 但尼尼没有放弃 全场奋战不屑 后九冬急起直追 拿下两只小鸟 可惜为时一晚 最后73赶 超标一赶作收 今年累计18回合不超标 跟三年胜记录都中断 而球场刮大风与右手背受伤 是否影响在尼 尼尼没有明说 但如果没受伤 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去续了他这个防务员 所以比较就是还可以负担的来 那我觉得他这礼拜有在 然后我觉得帮数蛮大的 所以他就是结束后 我都会给他按摩一下 然后去调整一下身体 那我觉得今年我应该会 手抓或是什么伤 我觉得应该都会越来越好 连续两年 曾雅丽都在最后一回合 被力转失去了冠军宝座 相当的可惜 不过并没有影响到 他世界球后的地位 我们当然希望他再接再厉 明年卷土重来 一张东城新闻采访团队在 Palmspin的采访报告